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莫大叔为您带来的 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2020年的 vplay线上赛的比赛 那么这个是 普什卡线上联赛 对战的双方呢 是Lens对战尼克马双方BO3 第二场比赛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 这个BP Lens这场比赛是拿出了一个 中单的先知 NikoBB NikoBB是什么鬼 我这个嘴瓢都不行了 NikoBB这里拿了一个水刃 走到了上路 然后桑莫也放了一个钢被 扔到下路去打 那这场比赛W33是拿出了 亚龙 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 尼克马拿这样的英雄 就会勾起一些人的回忆 不过话说亚龙这个英雄 其实在这个版本 我是有给大家推荐过的 那就是在新版本的英雄推荐里面 我是推荐过这个英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英雄在2技能的伤害提升了以后 其实用这个英雄的前期刷钱会比时间快了很多 Mirco这里要交一血了 结果这个人头是被NikoBB拿到 那亚龙在中路现在是10-1的一个正反步 而且对于亚龙来说 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版本加点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23对点就行了 1技能可加可不加 一般来说如果中发育的话 1技能可以完全放弃加点 比如说这样比赛 他中路对对方的先知 已经选择加了2技能的话 那么1技能就完全可以放弃不加了 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去打死对方 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留TP和传送的能力 所以你只要让对方开出来了一个传送 那自己只能是眼睁睁看着对方先知回家 还不如把技能加在2技能上来确保自己的一个发育速度 这里要这么追的话要被杀了 这高米兽居然没有选择去追对方的凤凰 那这个没了 Lim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选择去追对方的凤凰 刚才应该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把凤凰追死的 自己里边节奏被断了一下 Mirko是在上路混不下去了 刚才打不过 现在是转移到了下路 现在先知在中路是11-6的一个阵盘部 对方的亚龙14-2 你干嘛这不就无脑选肉了吗 你干嘛这场比赛的阵容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肉的阵容 当然Lens这个阵容也不脆 现在毒龙是叠毒流还是土坛流 现在的毒龙在这个版本刚刚更新以后 还没有职业战队去开发过的 我只是从这个数据的角度去分析 我觉得这个版本 毒龙走这种 就是说主2技能 主2技能 然后用来快速发育这个打法呢 现在是有一定的条件 现在有用这个技能去打的一个条件了 这里先知被对方打回家了 选择是回家然后再传送回来 反正对于先知来说的话 中路无非就是战线的难度问题 不存在说自己的续航补给的问题 只要留一个传送的CD 就可以确保自己能够把这个中路线站住 中路先知传过去 这要直接打一波这个毒龙 让自己现在是一个蛮线蛮的状态 过去打了两下 不过毒龙这个英雄前期的加尔方式 还是加了两级的1技能 那也就是说亚龙这样比萨 他并不打算去利用2技能快速的刷钱 还是要用1技能打一个压制 那1级点这个技能有啥作用啊 没看出来啊 感觉既然打算用1技能去压制对方的话 1级点1技能的效果收益更高一些 先知也不算肉啊 先知这个英雄如果是走假腿认假流的话 他还是挺硬的 那说实话真的挺硬的 刚刚下路这个地方 nice 这样的话一波合击直接带走 不过Mirco又要去了 这个救不下来的 刚威兽前期这么粘着的话 你救不下来的 而且有可能这个蓝胖子也要没 1级的晕 蓝胖子这个晕 不管几级 水晕时间都是一样的准 这里叠成四层笔铁 然后再追 还差一个平A被直接带走 不用看了 上路这里 Mirco主要的兽王也是追得太深 让非对方直接给带走 应该是就盾兵了 他那个位置是就盾兵的 被吃羊过来的先知 加上上路辅助的一个兵女 直接收掉 那么这样开局 Lens已经是4比2的一个领先优势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的话 Lens这个阵容在 当下这个版本 其实他们是拿了一个 胜率很低的英雄 就是刚威兽 刚威兽这个英雄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英雄 这么肉 但是胜率很低 胜率很低 这个是我从 顶分职业局的 这个数据统计得来的 刚威兽目前 他的胜率在顶分局里面 是排名倒数前五的 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英雄 但是这场比赛 Nigma这个阵容 点控很足 团控也有 再加上有一个亚龙 能够破对方的被动 所以这场比赛 应该说Nigma的阵容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这场比赛 Nigma的阵容 其实要好发挥一下 得给上一个戳 戳一下 哦 我知道为什么 这个亚龙一级点 没这一点二技能了 他一级点二技能 应该是为了去 准备一下 跟对方的这个 钢杯兽对线 但是让他定着 跟钢杯兽对线 而是跟对方的 这个先知对线 这场比赛 Nigma的阵容 我个人觉得 他发挥起来的话 团战的时候 发挥起来 要比Alance这个阵容 要好发挥一点 Alance这个阵容 团战其实挺佳的 大陆这里 Nigma跟雪石两个人 又再次击达到了 MCA的兽王 MCA的兽王 那场比赛 已经封了 他现在没法上线了 上线就是死 而且是必死 线上炸了怎么办 线上炸了 这个版本 确实是就很容易炸 但是我说的是 好发挥和 他一定能赢 不是一码事啊 我只是说 团战的时候 Nigma这个阵容 更好发挥一点 因为第一个 他控制足 第二个有爆发 第三个 有破被动的方法 第四个 能留人 所以他团战的时候 你只要让他这些人 把该放的技能放出来了 那么不管Alance 是哪个人顶在前面 他们都能打得死 最好 所以我说 他们这个 这种好发挥 而对线7被打崩了的话 这个就在这个 我说的这个范围就没了 对线7被打崩 跟这个团战好发挥 不好发挥 不是一回事 这些中路 这个受王又没了 这个受王这场比赛 因为前期太惨了 等级过低 导致他现在基本上 是一个剑光死的状态 那么水人目前在上路 无解肥 没有人管得了 死瘟这场比赛的发挥 其实这8个环境 其实也很差 因为刚才死的时候 被对方拿了个一血 到了下路以后呢 虽说是击杀了一次对方 但是击杀对方两次 但是也是被刚被找回了一次 这也传过来一个先知 然后那三个人 分一个三角形 比如这死瘟 死瘟没了 还被打了一个脚械出来 人头最后是前四眼拿到 这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盯住 盯住可以杀 Nice 盯住可以杀 就是双倍的亚龙 这个时候留住一个钢背兽 钢背兽是必死的 能投了吧 投不至于 大家不至于 虽然说这个版本 线上的优势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并不意味着说 我线上烈士了以后 这场比赛我就一定会马上输 何况这场比赛 Nikoma这个阵容还真的很厉害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毒奶 这个阵容真的挺厉害的 因为不管这场比赛 他们的经济差 就是在正常可接受的范围内 正常可接受的范围内 不是说让对方 20分钟领先 什么两三万经济 这要不是这么大的差距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 永远对对方的大哥位 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击杀能力 他们的阵容强 是强在这儿了 Dia'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脸蓝胖子被留住 或者脸蓝胖子这个地方 转身给了对方一手凤 还是要死 死是肯定要死的 布朗星他上来 加一个平等级直接带走 这王目前还在努力的混六级啊 当天那位只只有五级 好惨一手王 他说为什么不加一技一技能 破先知的树呢 因为他刚开始没跟先知对线 他打一开始就没有跟先知对线 布朗星一个大吼注 直接过来杀对方的先知 死闻这个地方 开格数阵阵开大 一个锤 没有锤 被先知直接传回去了 这不对啊 这个结构这么下一段 感觉真照了二十分钟两万经纪了 这不对啊 别让我一举成衬啊 让到哪儿遭得住啊 船船甲开车 撞一下 撞上 撞上 这敢打 这玩意儿把JJ给撞上了 一举成衬啊 我这说个一举成衬我就文化了啊 你们是见了太多管这个叫异语成结 异语成澈 还有异语成这个 还有叫管这个字念什么的来着 我听过的有管这个叫异语成这个成澈的 异语成洁的 还有异语成碟的 还有怎么怎么怎么念的都有 再来个痴魅王两 痴魅王两可爱心 你看尼克伯伯伯这个地方开转属性 蓝帽子一个第二个分座 收藏一个大大座 然后再给上一个缝织灵望 再加上一个大宝剑 你看就算是一个水人开着转属性 像对于尼克伯伯来说的话 也无非就是几个技能往上一交就直接带走 是不是给大家表演解一下薛丁恶方程 薛丁恶不就是养了一只猫吗 怎么还有方程 他说还说自己没上过学 这么有文化 确实没怎么上过学 那这是真的 这也不骗你 亚龙现在身上的装备走的是一个假腿 然后准备去出支配的这个路线 假腿支配 其实这场比赛 亚龙可以出阿托斯 而且他出阿托斯应该很好用 因为他出伊加托斯以后 可以不依赖队友太多的控制 就可以完成对对方刚被兽的一个限制 开始下死了 这边一个锤 锤住以后呢 一直在开始打招打猪脸 对刚被兽扛不住了 我觉得现在 我亚龙在的情况下 你就是给后背也没有用 还是被对方直接撑死 对阿托斯现在的这几个大哥位 只要分开了走 就会被对方不停的去抓 好在对方每次抓人称的比较高 他们现在一个团队经济领先优势还是在 下场还解说吗 我把尼克马对战 这一轮说完了以后就不播了 那个刚被给了245 没办法呀 现在的版本就这样 你击杀对方英雄不如战线来的经济毒 虽然战线也没有多少经济 但是比击杀英雄还是要划算的多的 另外W3伤给了235 看一下另外一次 凤凰这里变弹 那个凤凰要砸出来了 砸中对方的刚被兽 然后蓝胖子这个地方 居然还想要TP 结果被尼克宾被变成了自己 然后直接带走了 这波呢是打成的一个2换1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线 拉开到了8000加 对方程是描述态的 是描述态的方程 奥斯目前的算力 只能写3个亲缘子 这么强的吗 虚灵2连 没打死 一个戳没伤害 对方开始绿杖 里面一个平衛 NICE Radeon'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在阿兰斯已经领先了8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领先了7个人头 但是经济领先了8000多 DH这里又是被雪儿直接秒掉 雪儿现在应该第一枪出的是虚灵刀 再加上尼克宾这边全队经济很差 等级很低 但是穿上甲开车 要强杀了 Miru这边跑不掉了 在临死之前给人一个锤 然后主要是车 还没躲开 最后还是被车撞了 因果们是不是基本肯定是回家了 如果他们这一轮比赛输了 就肯定回家 因为这一轮输了的话 他们就不存在跟这个NIP同根的可能性了 所以不可能跟NIP同根 NIP就肯定能出现 他们就肯定会被淘汰 这一轮比赛由于水人是被养了一个怪物出来 然后呢死问这一轮比赛的发育也是不断地受毒 这波肉山盾拿完了以后 看看Lence什么时候上高吧 看说Lence这个战队在换完了人以后 感觉实力还是提升了不少吧 我比骷髅王更适合这个版本上分的嘛 骷髅王只是他是全分数段胜率第一 全分数段综合下来的这个胜率第一 并不是说这个英雄目前处在一个无敌的状态 第四轮比赛的状态 Dyer'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这波给上一个大宝剑 但是自己这个血量有点略低 诶这个没有开 但是什么意思呀 没看懂 难道这两个人只是单纯的为了给死刃 争取一个时间让死刃TP上来 收一个S4的人头吗 问题也不是太收的 最后蓝胖子拿到这个人头了 然后没关着 这就是这妈给了200 因为支配头盔支配的野怪是200块钱 不管支配的是什么 看完Nearball这里转身给人一个锤 视频二连直接秒掉 这个节奏又被断了一波 然后兰胖子这里被穿甲撞一下 钢皮靠上来 叠两层 比赛应该快结束了 虽然说20分钟没有说 是到我说的20分钟差个两三万经济 但是这个20分钟这个经济直奔这一万五 也确实随着大猫啊 现在19分半 一万三千多 应该是马上一万四的经济派 折尸到的 Diah'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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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h are scanning 你个妈大叔铁粉失陪了 什么叫你个妈大叔铁粉啊 你不会说是他们因为他们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用了我推荐的英雄 所以这场比赛惨败吧 这过分了呀 Diah'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现在上来直接秒掉 那么Niko Baby现在就是主宰比赛了 这事实是目前12000经济 21分钟12000经济的水 10,000经济的先知9900经济的钢枝兽 这个差距实在是大得过分了 当初这里呢又是全然甲和先知 两个人配合带走了对方的一个兽王 中路直接上高 这Niko妈感觉整场比赛一点 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的感觉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今天的这个比赛应该是 马上就直播的就到这里了 2v12开始了 没有12v12这个环节啊 这时波浪行在上去 你说亚龙这个英雄有啥用 老铁咱们真的话不能这么说 你得说这场比赛 Niko妈全队哪个英雄有用 咱也不是抬杠 你告诉我这场比赛 Niko妈哪个英雄有用 你要从这波来看的话 蓝胖子最有用 对不对 咱们不抬杠 S4这波BKB开起来 那车上甲这里开车撞一下 然后你说死问这个英雄有啥用 对吧 你这场比赛死问有啥用 从头死到尾 1号位死问22分钟死了6次 亚龙也只死了64 怎么就没有人说死问没用呢 对吧 不要去带着太严重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些选手 尽量客观一点好吧 Dyer's middle barracks are under attack Dyer's middle barracks has fallen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不来一团在下方我们来说不来了 我今天脑袋疼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头特别疼 所以今天应该不会再去往后拨了 Dyer's Dyer's bottom barracks has fallen 雙方的一个团队经济差 23分钟 26k 这个已经比我预想的要多一点了 而且已经破掉了两路 你干嘛现在其实就是在等一波五人团灭 然后打一个GG也就可以了 大家说啥 他说二十分钟两万 我来安排 好吧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恭喜Lens2比0 轻松一块的战胜了 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的Lens对于Negan来说 就是一个实力上的全方位碾压 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全方位碾压 大家还有一些观众是说 有观众说的吃菜的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场比赛 无论如何 他不可能是吃菜 我这个地方稍微多录两句 多录两句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场比赛 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吃菜 为什么这场比赛无论如何不可能吃菜 因为他们如果这场比赛 输了的话 他们会被淘汰 被淘汰意味着什么 如果他们不被淘汰的话 那么至少他们 就算我们退一万步说 我们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真的吃菜 我们退一万步说 他就算是吃菜 是不是进淘汰赛还能多吃点 对吧 咱们讲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他进了淘汰赛 是不是还能多吃点 哪怕他就是往前多走一步 他也能多吃点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说 一个队伍吃菜或者怎么样 有这样的队伍 咱们不否认 国内的比赛 咱们也见过一些 甚至有很多人都做出了视频 这样的情况 但是综合去考虑一下 一个比赛的场次 当时的情况 对于一个队伍而言 是我继续往下走 挣得更多 还是说我的停在这一步 我挣得更多 这个大家都是要去权衡的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像这场比赛 你干嘛输了 他就被淘汰了 那我后边的比赛 就没有比赛可打了 我吃菜我也不可能 就是为了这一点 这一点东西 我去放弃后边 更多的比赛 和更好的成绩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行了 这个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今天的这场比赛 就录到这里 我刚才看到了这场比赛 我刚才看了这场比赛 我还看了这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